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岁的李女士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 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二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今天他们相约到当地一家酒店约会 当二人正在酒店房间甜言蜜语 你浓我浓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惊人的一幕 几名公安干警破门而入 将李女士的男友当场逮捕 此时还沉浸在二人身上 世界中的李女士脑中一片空白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眼前的这个意中人 在警方的口中居然是一个诈骗犯 警方还提醒李女士 在与男友相处的过程中 是否受到了什么财务上的损失 可李女士仔细回顾了一下 新交的这位男友 明明是一个有着豪车豪宅的富二代 自己也并未遭受什么钱财上的损失 所谓诈骗究竟从何而来呢 是警方搞错了 还是这其中另有隐情 事情还要从14天前说起 2017年4月3日 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 接到了一个女事主的报案 报案人声称被男友骗了钱 警方了解到两人曾经是情侣关系 怀疑这只是一起恋爱 引发的经济纠纷 因此没有立案 可是没过几天 又有一个女事主报案 也是被人用同样的方式骗了钱 再过了几天 又出现了第三个女事主 与前两个的描述如出一辙 又过几天又来了一个 又是同样的方式来报案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不正常 我们就立案了 就立案了真差 这位是王女士 正是她拨打了本案的第三通报警电话 36岁的王女士早就过了试婚年龄 可依旧是单身 家人都催促她赶紧找个男朋友 无意间 王女士发现了一款叫 默默的手机社交软件 她觉得通过这个软件 可以结交一些异性朋友 或许能让自己早日脱单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王女士使用默默 开始在网络上 寻找自己心仪的男朋友 一天 王女士在默默里收到了一条 来自附近陌生人的信息 她就是说 给我三万块钱 做她两个小时的女朋友 36岁的王女士 有着一定的相亲经验 对于一些网络上的信息 还是有所戒备 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答应 然后没有答应的时候 她一直在那里跟你聊 一直是说她很着急 很需要你帮忙 怎么样的 但是这名男子 随后发来的消息 却让王女士有些动心了 该男子称 自己是一个富二代 家境殷实 开豪车住别墅 可是父母催婚 所以急于找一位女友 回家见父母 她想自己开公司 公司那个情的话要几百万嘛 但是她老爸不给 证明她有女朋友 然后给她老爸看 才给她请 给她去开公司 见面时间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而事成之后 将拿出三万元 作为酬劳付给女方 假装两个小时的情侣 就能获得三万元的酬劳 这是电视剧里才有的情节吧 这事靠谱吗 王女士正在仔细琢磨 这件事的可信度 正当她犹豫不决的时候 默默的信息提示音 再次响起 拍了一张身份证 因为有个身份证的话 肯定就没那么多地方 因为对这位张先生的优越条件 本就有点心动 现在又看到了她的身份信息 王女士开始慢慢放下了戒备 再加上张先生的言语中 表现得诚实可靠 让王女士很是清新 反正约会的内容 也只是见见面聊聊天 就当多认识了一个朋友 又何妨呢 如果万一两人见了面之后 互生好感 真的可以往前进一步发展 也说不定呢 此时的王女士甚至开始憧憬 真的成为张先生的女友之后 会过上怎样一种 富足美好的生活呢 随后 他们又在默默上 你来我往的聊了几天 王女士不仅彻底消除了戒心 还真的把张先生 当成了自己尚未谋面的网恋男友 随后的见面 王女士也对这位 仪表堂堂的男友更加满意 未入豪门 倒落个人才两空 高富帅男友 早已盯上了他们的钱包 一笔笔的转账 一次次的借口 他们为何没有防备 平安365高价女友正在播出 一天 王女士受男友的邀请 在一家酒店见面 在两人闲聊的过程中 王女士不经意间看到男友 手机里的一条银行发来的短信 男友的账户上 有着几十万的存款 王女士更对男友 这个高富帅的身份深信不疑 闲聊一会儿后 男友提出了一个要求 想要王女士帮她个忙 男友让王女士先转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给她 然后她会立刻再把这笔钱转回给王女士 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值 由于手机转账是面对面进行的 王女士没有多想 就将这笔钱转给了男友 而男友也按约定 立刻将收到的钱转回给王女士 就这样 两人在酒店里将这笔钱互相转了四次 通过这次面对面的转账 王女士对男友提出为提高信用进行转账的理由深信不疑 她可能也是博求的信任吧 就转回我 然后就在酒店里面转了四次 我转给她 她再转过我 当天王女士回到家后 男友又发来信息 提出请她接着帮忙刷信用 一开始两次转账都像之前一样 男友收到钱后马上又转回给了王女士 但是到了第三次情况就有了变化 回到家里她又叫我转 就是还是再把钱都转给她 可以转转回给我 然后再转给她 她就没转转回给我了 我都想了一下再相信她一次吧 可能说晚上她就会把这个钱再转回给我 而此时的所谓男友张先生 依然消失在网络的另一头 没有了消息 王女士这才恍然发现 自己上当受骗了 王女士拿起电话 拨打了110 希望寻求警方的帮助 警方经过立案侦查 发现嫌疑人给女士主的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信息都是假的 只剩下唯一的线索可以锁定嫌疑人身份 那就是一张三位女士主都收到过的 名字叫张瑞的身份证照片 但是经过一番调查检索 发现身份证数据库中并无此人 这张身份证也是假的 那么这位乔装成高富帅的张先生究竟是谁 现在又藏身何处呢 他也许还在用相同的伎俩 去引诱一个又一个无辜女性走进他设下的甜蜜陷阱 警方对三位女士主进行了多次仔细的询问 发现三位女士主在描述中有一个相同的情节 三位女士主都与嫌疑人在酒店开过房 而且是同一家酒店 警方立即前往该酒店调查 根据女士主提供的开房时间调取监控 反复排查终于发现了这名男子 通过酒店前台的开房记录 查看登记的身份证信息 发现该男子开房所使用的身份证 并非是给女士主的那一张 一开始是用假的身份证叫张瑞 张某 后来开不了 他说他是拿错了 他就用自己真的身份证开 确定了嫌疑人汪某的真实身份 在随后的调查中 警方发现嫌疑人汪某不仅只骗了三个人 嫌疑人这个方某在这个酒店 在二到四月份之间连续开房 开了二十多次 平均两到三天 他就开一次房 就去约一个受害人 我就不敢说这个受害人百分之百会上大 但起码从目前掌握的情况下 算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都有十几二十个人 从这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来说 我觉得这个案子要是不尽快破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受害人上当受骗 嫌疑人肆意行骗 屡屡得手 贪欲难控 假富豪如何堕入罪恶的深渊 虚幻网络 我们又该如何识破骗局保护自己 平安365 高价女友正在播出 根据警方掌握的资料 判断嫌疑人很可能在中山市开发区附近的工厂上班 但是附近的工厂总共有几万人 这给警方破案带来了很大难度 当时他登记是已经有身份证了 我们就根据他身份证去周围的工厂 到处去调查 因为我们周围的工厂有几万人 所以我们说的就是等于像捞针一样 慢慢地捞 一间一间去捞 与此同时 另一组民警根据嫌疑人作案规律 提前在酒店布控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安排了几组便衣 分别在酒店周围轮流蹲守 大家徘徊 通过这样徘徊的轮流 看一下 坐一下 看一下 但是前提是不能让大家看到 我们好像是在干嘛一样 采取这种布控方式几天后 一天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警方的视野中 所以那天我们真的蹲守的时候 那边就看到有人进去 可能像他不敢肯定 为了进一步确认嫌疑人的身份 警方并没有立即围捕 当王某照常在酒店前台登记的时候 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 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中 此时 守候在酒店监控室的侦察员 通过摄像头看到了王某的正脸 迅速认出了这个人 就是他们要找的嫌疑人汪某 所以当时我们的侦察员也是 大家眼也是比较尖 就熟记了这个相片的嘛 你看 应该是他 我们也没马上去动他 要等他上了去之后 我们就过来就跟着就去上去 他又约了一个被害人 一个女孩子在那里头开放 而且正准备芯片 就给我们带回来了 经审讯 原来汪某只是一个普通工人 并非富二代 前几年在社会上结交了一些 不务正业的朋友 带他走上了网络赌博这条路 致使汪某输光了家产 还欠下了不少赌债 王某为了能快速挣到钱 想出了利用网络交友来诈骗钱财 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信任 精心设下了一系列甜蜜的陷阱 首先 王某利用被害人 贪图虚荣的心理 在网络空间上放上豪车豪宅的照片 让被害人相信他是一个富二代 并从网上买了一个假身份证 让被害人对他编造的身份深信不疑 他是通过网上购买了一个假的身份证 在聊天的时候 他已经把这个身份证发给对方 说对方看他 身份证都已经发给他了 就第一个就可以取得对方的信任了 然后他还把家里的车 还有一些驻驻的情况 这些都是通过网上刷假的 发给对方 然后 王某约被害人见面的地点 也经过精心策划 让被害人进一步相信 他是一个有经济实力 又出手大方的婚恋对象 只有这一间酒店他比较信任 也是比较新的那间酒店 而且那酒店还有点上档次 那么这容易取得被害人的信任 你说普通的一般的很差的酒店 那么就首先一个给人家感觉 就是说你不见得你有实力 不见得你像空间里所说的高不算 最后 被害人在酒店里不经意间看到 汪某的银行存款短信 也是汪某设下的圈套 在酒店与被害人闲聊的过程中 汪某假装去洗手间 在被害人看不到的时候 汪某用自己的另一部手机 给故意留在被害人身边的手机 发了一条短信 他把自己的名字 储存在手机里的名字 改成这个银行的服务号码 结尾的名字 自己给自己发信息 那么你一收到信息一看 这个手机里说 你的银行什么什么账号 什么什么存入多少钱 这给受害人一看呢 就觉得这个人 他这么有钱 他也不可能会骗我点 同时汪某非常了解 单身女性的心理 在与被害人交往中 表现得诚实可靠 利用被害人对他的信任 多次骗取不同被害人的钱财 没想到他们是骗我的 因为感觉他老实 然后说的就像真的一样 被汪某所骗的一共有20多人 这么多位被害人里 为什么只有三个人选择报警呢 嫌疑人也是抓住了 被害人这种心理 就是觉得这个人不一定会报案 因为毕竟他们曾经见过面 曾经交往 面对越来越发达的网络支付系统 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呢 无论什么事情 只要涉及到这个转账钱财的问题 自己都得打个问号 为什么 网络上转账也好 转什么也好 或者说购买的 你钱只要一花出去就没了 你想花回来控制不了 不可控 只要你的钱转出去不受控 那么这一切就有可能是被骗的开始 2018年1月28日凌晨4时30分续 广西北海市银海区桥岗码头 以渔船起火 可以清晰看见火光有十几米高 一旦火势蔓延到渔船周围的船只 很有可能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 情况十分危急 北海消防支队的消防官兵到达舰场后 立即架设水枪击泡沫泡 分别从起火渔船的不同方位出水灭火 经过消防官兵的凤力扑救 火势得到有效控制 据了解 起火渔船为一艘木质拖船 起火时无人员被困 初步判断 只有渔船上电线短路而造成失火 目前渔街海市等部门已借助调查 平安365提示您 渔船内湿度较大 应尤为注意用点安全 电线接头必须按规定包裹绝缘 周期性检查电气线路 以免发生意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